《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每個星期一的直播節目 叫做熱浪逼人 我叫林毓華 在隔壁的就是張大衛 David就是青台行政總監 我們今天簡直不只是熱浪逼人 David一來的時候滿頭大汗 只是興過辣雞 因為這個話題是上個星期 選舉管理委員會 剩下了 告訴我們他們以後在競選的時候 就要管網上的媒體 不是甚麼是網上媒體 但他沒有定義 所以他就說大家會清楚 於是我立即在Facebook上寫 說我不清楚 請請馮華先生說清楚 叫我們不要斷估 其實當時在訪問的記者問得很清楚 記者追得很仔細 如果有人放影片上YouTube 會否觸犯了指引呢 這個法官竟然說視乎情況而定 這個說法可遠可點 即是個人來說 我放影片上YouTube 也有機會觸犯了這個條例 即是我們經常說網台是網台 其實一個人都是網台 這個就是新媒體 還有這個寬頻的頻譜 還有大家都可以在互聯網上 自己寫自己的網誌 自己做總編輯 自己做採訪 自己做拍攝 由頭到尾 這麼好 一個人可以搞定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他這樣的情況 好像是進一步收窄到網上的言論之後 甚至你直接可以說這是網絡23條 是網絡23 一點都沒有誇張 根據他們的選舉條例所說 只要我們不是根據電視的廣播條例 或者電訊條例發牌的媒體 理論上我們政治廣告都可以收到 不需要跟任何人拿這個準確 如果我們連政治廣播都可以播 為何你又對參選人有這麼多阻滯 多極極就說你這樣就不行了 當然我們良性的理解就說 這些東西我只是提醒參選人 叫你這個網上的媒體不要被人利用 其實有些人牽涉到網上的時候 有些網民會想這個問題 剛才說到如果我放一些片上網 放一些聲音上網 就違反這個條例 我寫文字 為何寫文字又不行又沒有問題 但其實背後牽涉到一個問題 剛才其實已經說了一點 這些東西 還有其他討論區 人權組織 網上來說沒有一個發牌條例 但如果電台電視台牽涉到使用大氣電波的權利 今天來說就有一個發牌的機制 好了 現在的老航記也是直播 蕭若元也是在講同一個話題 我們就不如破天荒 做一個聯課 大家一起談談這個同一個話題 其實選管會是否真的想說 管網台和網上電視台呢 萬別你認為 我認為他是否想管 其實他是想提 我覺得他是想 他定義了就定義不了了 去到最後 他是提出來去嚇你的人 看看你的人是自律 怕煩 那就不做了 有兩個看法 如果我們看那個中文版本 就是管的 根據馮華講的東西就是管的 根據英文版本就不是的 英文版本我們解釋過了 就是說 是那些無線亞視商台 甚至港台 他們放在互聯網上的節目 是啊 那條例去看 就是這樣的 而中英文不同的時候 就以英文為主 還有 它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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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們是否機械的故障 是 喂喂 我是林毓華 我們現在在AOWA TV直播中 我想問可以播進直播嗎 可以隨時歡迎 我們聽剛才萬別和蕭尤元健說 關於法例上的中英文 對網上的定義有不同 好 我們現在會伏給蕭先生 好 這兩人 我又得到這樣的結論 我們 是否答中了電話 已經答中了 喂 我是蕭尤元 我是林毓華 我旁邊是David 我是David 我是David 是 喂 是 聽到我們很清楚 聽到我們很清楚 是 是 剛才我都聽到你說 中英文版的法例 是說的 網上媒體的定義 是不相同的 是 我是覺得 整個條例 都是 愚蠢兩個字 是 根本上他們現在 甚至乎 就算舊那條例 對於一些演出者 讚稿的人 極不公平 根本就是歧視 即是說 你沒有錢的 只要你講一下 參加去競選 而你沒有實際上的報名 你都欺負了 都不應該 繼續做你應該做的事 如果這些人 是要靠這件事 為何要禁制別人 我真的不明白 真的 是的 但是這幾天 就是 我現在去到今天 我就不能夠不考慮 他真的想管我們 是嗎 因為 經過了城市論壇 和報紙吵得這麼厲害 如果intention 不是真的如此 他就應該呈請七格出來 成績 這是沒有理由的 整件事 你明白嗎 我想說 我很害怕這些 不食人間煙火的法律界人士 我很尊重法律界人士 但是這些 馮主席這個支流 真是很大人害怕 他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他還生活在石器年代 那本就是 嗯 那就是 現在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 6月9日要先 第一件事 當然 現在說了 呼籲網民 6月9日要去逼爆 這個諮詢會 問題不只是網台 其實範圍要擴闊一些 網上每一個人 今天一人都可以網台 整個網民 整個網上的自由 都是牽涉到他們 嗯 這個真是 打壓人民自由 就是 是民建聯這樣 因為現在 是 民建聯 他現在 是一個 建制的好朋友 他們又得到 兩億多的錢 去幫那些 市民 又說 他們沒有能力 可以去上這個 享受這個媒體 這個網上媒體的 學習的機會 肯明 當然是別有用心 真是 我說聲太差 必大 是嗎 好 我想我們 很簡單 我們RTV的立場 跟他死到底 一定不可以 接受這樣的法例 去壓迫我們的言論空間 好了 我們唯有分圖廣播 繼續各有各去討論這個 關於選管會 說要管這個網上媒體 說到來 都是 完全不明白 為何居然可以在香港 想一些這樣的方法 去壓制言論自由 在網上言論 是各自可以去抒發的 如果有這樣的建制派 或者有些人認為 他自己不懂得用這個媒體 快點去學吧 我六十歲了 我都不停地學 不停地去 用什麼方法 能夠和年輕人 在這個新媒體上溝通 我們還扮演網上的 電視節目 有聲音的節目 你今天多大 你今天多大 我六十歐 我六十歐 但問題是 他那個執法 寫得這麼含糊 有些人說 執法的可行性 也成問題 但其實考慮到一件事 就算這條法例 指引他行不通 真的在網上的定義 又搞不清楚 但他擺放這條法例 已經構成了一種威脅 構成了白色恐怖 但如果你再想一想 究竟 他究竟不知道有什麼 互聯網 法官真的不清楚 定義或是故意的 還是故意這樣做 總之我行不到也好 執行不到也好 不知道他什麼也好 總之他擺放在那裡 已經核實了 當然不行 當然有些人說 那些法律是寫出來 或者通過之後 是避而不用 我們不相信這些解說 我們覺得 惡法就是惡法 不可以接受的法例就是 不可以接受 諮詢期 我們一定會充分派表件去 反對 強烈講我們的反對理由 我們是講道理的人 我們不是說 靠大聲 靠多地盤 不是這個意思 但你剛才說過 如果這條法律 他會死過 死過 死過 但是候選人 會死過 是 候選人 候選人可以不參加我們的遊戲 我們作為節目主持人 作為評論的人 我們可以自由發揮 對一些人的政綱 都沒有的 或者政綱垃圾 我也不能說 但是候選人 講英年代 直問你們 我們都沒有 一些這樣的約束 是的 但問題是 這個法例指引 本身已經 在某程度上 已經限制了 候選人的營養 只是一諮詢其 當我解釋過 梁豪議員就說 我這些選舉活動的建議指引 是提醒候選人 對不起 你同樣都是 在壓制言論的空間 你是令到我們對參選人的理念 對他們有沒有政綱也好 他們的一言一行 我們都可以發表意見 是的 講到發表意見 講下去 有一個問題會帶出來 有些人就是所謂的公平 和平等的概念 為什麼不公平 你又可以做 我可以做什麼不公平 你唯一可以說 我不懂你學 這個正是網上的特點 有些人會問 再澄清一下 我真的聽過有些人這樣問 為什麼這次的條例 只是牽涉到互聯網 又不牽涉到文字 互聯網是電台和電視台 我作為一個網民 不管你的網台 什麼都好 我放一條影片上網 或者放一段聲音上youtube 這樣就會觸犯這個條例 但我寫一段文字 寫一段文字又沒有問題 所以正正這個觀念 你怎麼搞清楚 即是搞清楚我們的廣播 我拿著他們的中文文本 我讀給大家聽 他就說 任何人事都不可以籠統 用這些實際問題來借口 借口就說 我約了他 他又不理會我 他現在最重要是針對 在每一個選區裏面 對各個候選人有公平和平等的對待和報導 對待 我想包括我們 是不是給他們這麼多空間 報導就是 我們又不報導 我們是評論的 我們要請他們來講政綱的 這個正正所謂平等的概念就是 因為電台和電視台 一般傳統的電台和電數 是用大電波的 這個不是一般市民 普通大眾可以參與到的 但是在網絡世界 我們可以整個空間是公開的 類似這個特點和文字的媒體一樣 喜歡洗篇文也好 喜歡減問雜誌 減問報紙也好 但是電台和電視台 有一個發牌制度 是一個專利來的 現在就好像我們所謂的 有些所謂的 將官李大 偷換概念 將整個延伸到文字 或者網絡世界 問題就出在這裏 直接干預到 普羅大眾的營能空間 他寫明 這個指引並非指在 約束傳媒表達這方面的意見 這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他說的很奇怪 例如說 如果有一個參選人 拒絕接受 只要在同一個報道裏面說明 就不會引起懷疑或者投訴 於是也不會被人認為是違反指引 如果有一個選區有十幾十個 那我沒有空間 我只讀誰不肯來這個節目 你浪費我的時間 所以美國選的制度 就不是要行平等時間 他的道理很簡單 可能某個候選人 選民的基礎 數以百萬計 另一個候選人 可能是小貓兩隻 如果大家都用平等時間 他們慢慢來 這些是否公平 這個所謂公平和平等的分別在這裏 我想他們真的不太明白 互聯網的運作是怎樣 第一 只要任何人有台電腦 有一個Webcam 都可以做一個私人的網上電視台 你才能註冊一個道理 好了 我們的同事也很清楚地告訴我 如果我的道理 我不是在香港登記的 你怎麼管我 理論上我只是一個網上的公民 網上的服務 或者網上的意見 一個點 我不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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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服務員都在外國 根本不是在香港 網台的服務員都在外國 根本是要法例 我又幫他解話 他又可以解釋 當年的盜版 那個天昂 他都說 他就告你 不誠實使用電腦 他們有很多方法 這些就是叫白色恐怖 所以不怕 真的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 有一個負禄 叫負禄狗 就是負禄 原來就說 在一個法庭上曾經有一個判例 就說如果 這個競選論壇 有一個媒體 是做多過一集的 上面就說了某幾個人 但就不是全張名單讀出來的 那你也會欺負的 即是說 你告訴別人 我們這個節目有幾多集的 我們就跟幾多個候選人會談的 今天只不過是一部分 真是 多人 這些人懂不懂上網 上網的 上網的項目都會看完 譬如我這一集是說什麼 甚至乎我們每一段都可以有的 這些選舉管理委員會的人 這是什麼人 真是 好像睡覺 都不知道 是不是生活在哪裡 那天我見到 林子健 很生氣去到他們的辦事室抗議 你在場 在場 我們講講當天的情況是怎樣 那天聯絡一群網民 上星期五就去到選官會那裏 跟他們抗議 我們直接做了一塊道具 送給馮華法官 是 是一塊雲 那些網民做 一塊雲 好像棉花糖那樣 就真是一塊雲 是 棉花糖也有個意思 就是糖衣毒藥 是 我們的口號 你真是很客氣 假仁假義 就是抗議他 真的干預這個網絡的字 是不是應該給他一些有機肥料 是 一塊雲 那有沒有人出來接 他派個代表出來接 是 職員制 是的 真的 我們網上的平台就是看不過建制 就是擺滿款 所以 對的 好像台浩這樣說 就是 沒有大沒有小的清台 網上就是沒有大沒有小的 就是 你說的道理有沒有道理 還有你的言論 你懂不懂得利用這個評論 你覺得是否流暢 有沒有能夠說服到人 有沒有人跟隨你的理念 沒有這個意思 就是 網上就是一個由下而上的空間 不是一個主導性的由上而下 還有就是強調擴闊的視野 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公共領域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表達自己的聲音 也不需要很大的成本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公平性 幸好文化大革命經紀成為過去 否則你知不知道我怕著 我們現在很尊敬的高坤教授會被清算 如果沒有高坤教授搞出這個 那些叫光纖 而且老人家說 我不收版稅 不收版稅 不收任何發明的版稅 所以令到我們香港全世界都這麼便宜 這麼快 有這麼多東西 如果 訊息的傳遞 不是這麼多 這麼廣 這麼快 他就不用想太多 這個就是整個網聯網文化 一種的精神 在這裏 這是大氣候來的 你很難再停留在上個世紀的方式去抵觸它 平等時間 我罵完你 大法官要罵誰呢 我又要罵民建聯 我要罵誰 某些董特首 又要全部讀完 這是不是 以後罵曾蔭權領導的特區 是那些三思十一局 沒有尿道 現在我們罵都要對著空氣來罵 都沒有人走出來 他解話都要 對話 他不同我們講法 說起來 特區政府是講一套做一套 我們曾經在上一次的選舉上 我記得 是有民間的網上媒體去做採訪 是 是 政府新聞處官員說 這個選舉的站那裏 到開票的時候那個站 他說 網上不是媒體出去不受 是不准進入媒體採訪的區域 他是要在公眾席那裏 去等候唱票的 這些就是雙重標準 這次我們要爭取 所有網上媒體 我們都有權 登記也有權 進入媒體採訪區 爭取的選擇 這是基本的一個權利 要去爭取 但是 反過來 他就把這些規範 規範在網絡媒體上 法例就當你是等同於主流媒體 但是權利是沒有的 使用大電波更加不用說 會不會一天他會向我們收取這個牌照費 牌照費又要死過了 又是另一個現場 因為現在廣播的電視台要付牌費 要申請 還要看你的持牌人 你的管理高層 是否符合他的 是否合資格人士 大人士有些叫做有牌網台 有些叫做無牌網台 有些叫做無牌網台 這件事真是 他最厲害 政府就是搞分化的 我又拿著他第二部份 還有一件事我很不滿 都不知道是否香港人 是否中國人 寫中文 完全 這張表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網上看看 你完全不知道他寫什麼 我讀了一條例給你看 真是 先開頭說他第四章 第四章說 在區議會選舉程序規矩 第四十三條的修訂 建議得到立法會通過 列明懲教書人員在監獄的專用投票區執行職務時 可以在禁止拉票區內使用播音系統和設備 然後在區議會選舉 然後在區議會選舉 第四十三條的區議會選舉 第四十二區區執行職務時 這是什麼來的 什麼人會這樣說話 如果你懂得 用互聯網跟我們大家去對話 去互聯網上做諮詢 你應該隔離 把那個條例 就是有個方格也好 有個什麼都是同樣一起給人看 那怎麼辦 於是你就抄來抄去 原來他講了負六九 要他印出負六九 你才知道他在說什麼 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看完之後 所以如果拿著文本去跟別人諮詢 諮詢什麼才可以 你後面那段是說什麼 你會告訴別人的 這就是全部政府官 這就是我們的司法的精英 用這樣的方法 向我們廣大的市民去諮詢 真是垃圾 我最有括弱那段 為了清晰地向觀眾同一選區候選人的總數和聲明 以及平等地對待所有關的候選人 請廣播機構留意法庭第一宗選舉 請提出的意見 再列於負六九 並在合適的情況下 在製作一個多於一集與選舉有關的節目時 應依秦在上述負六說明的安排 括弧 第十點五段及負六九 唉呀 那你就很不空 找來找去找去 那你就說出整段說什麼 真是 如果你說這樣的話 這樣的文字也寫不到 你搞什麼公平選舉才可以 你搞什麼 所以你不是假諮詢 所以整天都在那裏 一定要不要放過這些 食饅飯沒有東西做的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將他逐個逐個拿出來 將他逐個名字燈在那裏 問問他他們 他們做什麼 我們經常說這樣我們常會死過 如果他真的霸王硬上弓 有沒有這個可能 霸王硬上弓 我和毓敏在立法會一樣 我準備以身試法 反正我們有官司未完 我也是在街頭參加一個論壇節目 被警告 不是警告 是被檢控 參加非法的廣播 這是甚麼世界 剛才我講的10.5 他說他完全不會理會到 我們人網也好 青台也好 RTV也好 類似我們這樣的媒體的廣播 10.05就是要大家留意甚麼 他說廣播機構在邀請任何一個候選人 出席全部或部分的選舉為主題節目時候 就需要得到邀請者 和已經將會邀請的同一區的其他人 出席這個節目 還要大家有平等的量上機會 還有下面的才行 廣播機構 需把所發出的邀請日期 時間 內容 以及通知事項紀錄在案 保存至選舉後三個月 大哥 有甚麼人力 有甚麼資源 電腦就可以查到 你們很聰明 要不要讓人這樣做 然後說 為了清晰地向節目的觀眾提供同一選舉候選人的總數和聲明 以及平等地對待所有有關的候選人 廣播機構已經留意 在地下收回來的負六九 他說法庭在同一中 在2010年的立法會 有補選有關的選舉程序提出意見 並在合適的情況下 製作多於一集與選舉有關的節目時候 是要依存這個負六九所提的列明的安排 那你告訴別人 就是說 在同一段落寫來行不行 我不介意你們 你們靠這行東西吃飯的 就永遠的將第幾節 那你可不可以在庫樓後面解釋清楚一點 反過來 你不要寫那個庫樓後 你明白嗎 你寫完之後 你告訴別人 那個是引致負六九的 那我就不說你旺久了 是嗎 現在我們不停插他 他寫得不清楚 但如果真是壞 你上來 他真是跟你寫得清清楚楚 問題是選會有獨立性 沒有管的 正正在制度裏面 他有選舉 隨世界都是 選舉會 這個機制一定有他的獨立性 他真是跟你寫得清清楚楚 把條例寫得很自小 那麼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 按照這個基本法 我們是否有自己 我們是否有一個自由的發表意見 自由參選和投票的機會 我們是有的 小憲法寫明的 就算中國大陸 我們祖國的憲章 寫明的憲法也是這樣寫的 所以現在甚至在中一步 就覺得這個選舉的機制 這個選舉會 好像變成了一種政治工具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就是在這裡 為了達到他的目的 他真的可以硬起來 跟你寫得清清楚楚 什麼叫網台 什麼叫不行 你如果意圖 企圖想管網的台 網上的媒體 你都寫清楚他 還有 為什麼又要尋回這些方法去做這個諮詢呢 你不是應該做網上的諮詢嗎 你不是花了很多錢去 不想我們香港人 有個所謂的叫做什麼 叫做數碼的紅溝嗎 Digital divide 不想的嘛 那你既然要這樣做 麻煩你用這些方法 跟我們認辦 或者是 很艱苦經營這些平台的人士 或者使用這個平台的人士 用那個方法對話可不可以 那你不如用俄文和我們諮詢吧 我不認識俄文的嘛 那你終於說結果如何都可以 你最近看到這些年輕人 對於一些這樣的 沒有來討 網民的反應一定是很強烈的 網民一定是 根本就不會去理會這些條例或者指引 一般網台都是 我想不只是RTV也好 青台也好 或者一些網台聯盟 網台聯盟都有一堆的網台 都說了 如果真的這樣就會踩界 網台一些叫做有組織的團體都會踩界 但是更加網上的其他一般的波羅大眾市民 就更加不用說了 這個就可以是肯定的 不過無論怎樣都可以 我始終強烈擔心一件事 就是說 網民一定是不會踩界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 候選人就不同說法 以前來說的時候比較大 我喜歡可以找到一些候選人來做訪問 有個選擇性 現在沒有這支歌仔唱 我可以找一個候選人來做訪問 不可以 這個已經受到限制 不可以 剛才我讀給你聽 那就違反了指引 你不就叫你找所有人 如果區裏面有十個人競選 你就十個人都要找他 然後還要好好保存紀錄 你昨天幾點鐘找誰 他答應你拒絕你 我是喜歡找一個 這樣就不行 即是說 是不是這樣 網台的是有選擇 有一個自由度 我喜歡找找找找找找找 我現在又不會投訴 等下來下一任的公盤 就投訴了 為什麼你電台可以不折心找我去談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有人不請我 我胖了就不出鏡 現在也想 blown 卻想不到誰 都是其他人的思考 First șovix 這個比份是佔香港網上媒體 佔我們的實力是怎樣的 這就是選擇性 正正就是選擇性的空間 那有沒有問過我 是寧可上城市論壇 還是上自由風自由風 有沒有選擇我 所以就是強調 縮窄了自由的空間 還有一件事 我在電台也有說 喜歡的 隨和一點的 我在政府台上 不需要用激氣 不同的平台會用不同的方法表達 我就問這個問題 普通法 什麼都講先例的 什麼都講事實 講證據的 請問 什麼時候在網上的言論方面 對候選的情況 出現過一些 令大家不開心 擔心的事項呢 拿大約出來談 或者談完之後 我和David兩個人 第一個就支持你說 喂 這樣也不夠 我給你多掃 你掀死他就可以 是不是 對 因為看回先例 看過去 比如說 有些網上電台 網台聯盟 都一起去合辦一些論壇 都是很自發的 即是說 邀請了所有各區的候選人 跟回我們做足的 跟回平等時間去做 自己是這樣做的 這個是有先來的網台聯盟 大家一起去議定這些守則 所以這個世界不要批評這些年輕人 說一鞋不如一鞋 這些法律界人士何尚不是這樣 我以為送走胡法官就行 又來一個 還不像樣的 真的 這個特區政府真的搞什麼 我想問 究竟他們知不知道什麼叫社交媒體 究竟他們這條例是想禁誰 好像我說笑 又不是真的 你是想針對候選人 還是針對網上的媒體 是否因為那些大媽撒的政黨的候選人 就是大把錢 他們就算參加這個超級的立法會議席 都有很多錢可以做宣傳 有很多機會去說他們要說的話 沒有錢 他們以為沒有人聽 沒有什麼影響力的媒體 他們就是想趕盡殺絕 如果字面上來說 他每一個條例 基本上都是直接跟候選人有關 字面上跟候選人有關 可能你是接受訪問 你是做主持 或者一些廣告 不是的 剛才我讀那段 廣明是廣告機構 他現在說 10.5是適用的在網上 提醒我們 如果你邀請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請 還要把記錄保存三個月 請都是由那個候選人去參與 如果普通的普羅大眾市民 我放了一段影片 一般普羅大眾未必請到候選人 他自己喜歡自發表達一些意見 是否可以 但是理論上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 那天記者問那個馮羅法官 普通人放了一段影片 可能他自己發表他的言論 他不是請到候選人來講 但是那個法官不是說 我這些不算數 他不是這樣說 但選舉條例是這樣的 選舉條例有說 你去幫忙一個人 獲選或不獲選 你都會出事 那就是 那個鹹角的表面很闊 你怎樣去定位 他當作這些是廣告片 文字的報導 剛才你說 你以為他有很多的寬限 其實都不是的 他也提醒 剛才我讀一段說 如果你有什麼實際的理由去解釋 他也是說 因為那個A的候選人 有更多的事情 對這件事 就說得更多 於是你的報導更多 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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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你請他 他不來 或者他來到之後 他坐在那裡 例如我做電台的 做電視的 他是坐在那裡 你是讀他的名字 什麼都問到他沒有意見 因為現在你看到 所謂的這些意見 比較意見 大部分在網上來說 很明顯暫時來說 一些比較主流的聲音 或者表達意見的聲音 比較多 都是一些支持民主 或者普通大眾的市民去表達 如果你說得對 如果他真的打壓的時候 有一個對象去砌的時候 矛頭就直接涉張 或者泛民這個陣營 嗯 他有意圖 就是偏心 這個經常被人欺騙 什麼叫做親疏有別 政治工具 就是那個邏輯 就是這樣 我也不明白 你那些政府官 你吃什麼 我吃米吃飯 不知你吃什麼 我就不知道 當然我也知道 我們要吃菜 所以你吃多些 你要想想 現在你們最頭痕的 80後90後 他用什麼平台 現在 你一方面 就想想 我弄個YouPhoto 跟那些年輕人去談談 我還要用Live Check 去跟那些年輕人對話 大哥 你現在這樣 分明是叫他們 收聲 不准用那個平台 去發表意見 那有什麼後果呢 毛形中 那倒楞 毛形中 你撩起電視時 群城洶湧 令到網民 遊行 多些人參與 總之 盡回媒體的責任 我們有自己的尺子 尺子心在 知道公民社會我們做這些平台 希望大家平心靜氣 去討論事幹 我們不希望每一位市民出席6月9日的諮詢會 就像我們那樣激烈 我們的激烈是有原因的 其他人可以很冷靜去分析這個話題 但請大家一定要出席 一定要給意見 無論是寫字也好 說也好 不要緊 如果你覺得是傳統的媒體 才是最值得你去直至發表議的地方 去吧 不要放過這些機會 我們以後就看看政府如何將這些意見回序成篇 如何交給立法會 如何交給相關法案草擬的小組 如何看待這些意見 是的 要大家多一些市民 多一些公民社會裏面的不同群體 因為每一個群體其實都直接參與 就算有人覺得好像我又不是叫網台 好像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哪個群體今天不牽涉到網絡 所以每一個群體每一個的網民都是直接上身的 有關係的 說些笑話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不多留意這些規矩 不是說新的條例 舊的條例都笑到你 如果你是一個明星 劉德華 英俊 巨星 就請你去拍廣告片 全部都拍了 不知為何 突然有一天不知為何你見過一些東西很不公義 你說我劉德華出來參選 講完還沒去報名 這條片的電影都不能播 原來這樣就等於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平 我知道他們可能是為了保障候選人的每一個人 一個平等的 在媒體上有一個同等的待遇 我賺錢是要拍片的 如果有一個聲音很甜的廣播員 靠錄廣告維生的 N年前已經錄了 那你是不是又叫廣告主 暫時將這條聲帶不要播出街 行不行 通不通呢 阿Dee 這就是荒謬性 執行上的問題 他不理會這些 就像這些法例 條例 含糊 某程度上放在這裡 已經是起了阻嚇作用 總之是大聲 扎死蟹 一種這樣的勢擺出來 還有 如果你是一個拿筆 找食的人 寫稿維生的那種爬格仔 又是 你只要講過 有天喝大兩杯就說 不如我都去參選這個 不知道什麼區 公開講了 那你明天又不用上班了 你不要再寫稿了 你不要再寫稿了 我就不知道 如果用筆名又怎樣 會算是說你是故意地隱瞞 那我寫稿可能跟選舉沒有關係 這就好了 了解了這麼多 大家去思考 究竟這個平時沒有網管的選管會 究竟是怎樣去制定這些指引 又多了大家去討論 如果大家有做過競選的洗樓 幫忙去派傳單 你會留意到 每一張傳單上面 都印有一個號碼 這張是第幾張 他又很厲害 對這個廣播 對印在報紙上賣廣告 他又可以有豁免的 這樣你就管理所有媒體 全的媒體 豁免我們 繼續豁免我們 有什麼問題 你不會夠膽叫 《生果日報》 叫《方向日報》 每張印一個常言 這個等於准許印的 一萬零一份 一萬零一份 一萬零二份 怎麼會夠膽管呢 夠不夠膽啊 好彩我沒有打算去參選 不值得去參選 以前我們說的立法會的垃圾會 現在的區議會 他就說這個政務專員 特首說 他就是小特首 你信不信呢 有沒有小特首出來做些事給我們看 有沒有些事做完 我們拍手掌呢 現在就看下去了 看看那個 武民如何去回應這件事 或者參與的程度 究竟去到哪裏 還是純粹真是所謂的 網絡媒體 才會直接去關注這件事 一邊看 6月9日 或者一路之後 還會有一些會召集 期望召集多些的網上群體 一起去抗爭 去抗議 你越看這些文字 你越激氣 也不知道讀完翻書 又懂得中文 寫去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中文 剛才我說 如果你不是根據電訊條例 電訊條例 第106章 電訊條例就是電訊條例 我又不是要小心 知道第幾章 根據廣播條例 第562章 他說 他說 發了牌的 有領牌的 一定要登到廣播事務管理局 事先批准 否則不得播放 熟政治色彩的廣告 後面那句精彩 我又用紅筆彈住 他說 不必依據上述條例 就是領牌的服務提供機構 則可在全港各處播放選舉廣告 看來我們都不可以 我還以為可以 因為我們是沒有 不必依據上述 領牌 即是原本 即是要領牌 你不用領牌 沒有牌就可以 這是什麼中文來的 是 如果以往來說 叫你學生讀通識 看完我通通都不懂 以往來說 網絡媒體 不需要依據上述的條例 不需要根據這些指引 不需要根據這些條例 去執行 不可以 但現在不是 真的 即是互相有 是否有矛盾 現在這份 這份章是更新的 是新的 是嗎 如果我們都說 看看怎樣分開去看 有時候 中文就很厲害 就好像這樣 我在我的寫字樓旁 把一份外國報章的標題 你按了一個務號之後 就說 特首說 有人 是阻撓我們香港的經濟發展 如果那個務號就不同 他引述 他批評 但如果按了一個務號 就說 是他 報章的編輯說 特首 原來阻止我們香港的很多工程 有說 中文字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過 周星馳的 柳濟師爺的節目 你就知道 有很多方法 柳濟師爺 真的 你真是看得很仔細 這條真的有問題 不必依據上述的條例 就是領培的服務 提供機構 就是網台 如果這樣 邏差很明顯 如果這樣 你這樣理解 你可以播出選舉廣告 我可以播出選舉廣告 為什麼還要給錢才能播出 或者有人製作好這些廣告 或者宣傳的片段 才可以播出 那你是責怪誰呢 是責怪那個候選人 責怪我們 責怪我們 播出那個平台呢 還有選舉經費有一個上限 去看著他 不會有人 你說有六百萬 他花六千萬去競選 不是這樣的 還有 是不是花錢多 就等於他當選 還有我問 是不是他在這些平台上 曝光多了 很多人請他上去聊天 講他的政綱 是不是他就幫他忙 可能是幫賭亡的 是呀 你看看以往也是 他上來的時候 陳大文和陳二汶 一比 陳二汶正 那些票他都去到 不一定是幫他 這個就是那個空間的公平性 所以平等時間 不要這麼死 什麼叫平等時間 Equal time 這個很離譜 以前沒有想的 以前沒有這麼仔細 想什麼平等時間 現在多了人談 原來平等和公平又不同 等等這些問題 美國和歐洲的制度又不同 以前我們在商臺 和阿大巴塞做節目的時候 就很清楚 叫我們幕後的同事 個個政黨 個個差不多都打電話給他們 他們願意來 願意打電話就打來 願意不打就算鬼數 我們就不理他 如果按照他以前的做法 又這樣又這樣 很多人做不成 現在人們再問多個問題 這所謂平等時間 是否合理 以前沒有問 都未必懂得去問這些問題 一般人真的不懂 一般概念 就覺得平等時間很公平 那就算了 有個遊戲規則 現在迫到我們要再想多一層 平等時間本身都不是公平 就算你拿這個條例出來 其實就上了課 好像公民教學 那些中學生 有多了個題目去思考 平等時間是否公平 有多了個問題去思考 很厲害 當然我們很希望他們做多些壞事 讓我們更加明白到 原來我們的選舉 當然是公不公平 是否公平公正 還有我們聽的意見 是否都是繼續聽人肉的 錄音機的局長 都不是依照立法會議員的提問 去回答問題 不停地印這些 或者用這些諮詢 浪費我們的時間 浪費我們的公帑 剛才說完 表演者 還有表演者 演員也說 樂師也不可以 如果有某段音樂 原來我彈我作的 不知為何有一個連鎖店 可能李先生有關照我 用我的影片寫出來的 寫出來 原來這是林大華作的 這樣又不可以 這樣又要抽片 那誰讓我 馮法官 你是不是拿你的錢 去跟我們一起花 你問他 答案就是 他一定不會看我們的台 真的 他的柴仔也不看 所以我們儘管在這裏噴 不要緊 諮詢會 6月9日 一定到 逼爆諮詢會 指權會來 來 你來 很多網民 排隊 去逼爆諮詢會 就看他怎樣 浩敏 你不幸運 你作為這個 關不關他的事 會否去資訊市委員會 又要講一輪呢 那個就是浩敏 直接做主席 真是 真是麻煩 公平及平等對待 以後 我想我進入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 將來要所有這些 諮詢文件 麻煩他 一定要網上的諮詢 麻煩他 一定要用我們的方法 去寫清楚 到最後 你知不知他可以怎樣制裁我們 當我們犯了規 當這條例通過了 這件事都要給大家了解清楚 他可以公開聲明 嚴厲譴責 或譴責 並公佈被優待 與被規待的候選人士聲明 有關的廣播機構出版人 和論壇舉辦者的名稱 選委會亦可將此事轉交有關多個 採取適當行動 有甚麼適當行動 罰錢 坐牢 這些要澄清 尤其是對於普羅大眾的網民 或者網台來說 更加要交代清楚 是否網台罰錢 我用這個電轉來的思維 做錯事你就會點名 我們的媒體又要去報道 那些乖的你又不會讚他 不會提他 那他便少了一個被你去 有同等看待的機會 那你又問一下你這樣做不公道 真的 可以嗎 對算來說 神經病 真的 為何要這樣做 你們真的 難怪我們現在的國輝先生 都說要離職 他是不想為政府去解釋 為政府去解釋 原來是一個政治任務 是的 所以沒有靠客 他不會寫清楚 網民違反了指引 後果是怎樣 看不到 看完 沒有寫清楚 網民會問 再問的時候 難道又回答 大家都知道嗎 網民會想甚麼發錢 還有針對候選人 候選人原來有責任 例如說我拍一條片 準備要播出 我去電視台 告訴媒體 我拍一條片 我會怎樣怎樣 否則又是 又有嚴厲的譴責 和會譴責 當然候選人更差 候選人更嚴重 剛剛譚香文才脫身 你說多嚴重 用法官的財務 其實是有趣的 不相信選民會因為選舉論壇 而改變投票的意欲 我同樣剪了他 現在我們網上的伸勢就是這樣做 沒有人會因為網上媒體的讚美 或者給他多些空間 就去改變投票的決定 行不行 那一樣道理 難道網民在發表意見 講的指表聲音 難道又構成一些所謂的影響 是同一個邏輯 看來來香港有很多官員 包括這位馮主席 麻煩你向我們上任的保安局局長學習一下 請自動離開這個體制 去讀書 然後回來認真地 真真正地這樣才服務我們人群 服務我們市民 真的脫胎換骨 我們真的覺得 這個是葉局長 現在不是葉局長 現在是葉議員了 非常之好 這樣來一個大的變身 一個魔術大變身 總之現在希望這些修正條例 真的可以早日撤銷它 日曆也是撤銷了大家的憂慮 再一次問你馮華主席 如果你有機會有人向你複述 一句一 你還是不是會跟我們說 大家都明白 我們就不明白 我們就不知道 你告訴我們究竟 楊楊不知多少千字 又中又英 然後還要讓蕭先生告訴我們 中英文版是有不同的 然後蕭先生還說 他讀的範書多 看來要以英文版為重 對不起 我們不是不去祖國嗎 我們不是中英文都是官方語文嗎 當有任何版本不清楚的時候 為什麼是英文為重 為什麼 越說大家就知道 大家就越害怕 越害怕 就越跟你死過 六月九日見大家 好 一起 就算你沒有空來 網上 文字聲音 請大家 百花齊放 講你的意見 不要緊 你說我們 這時候監獄也可以 如果你有理由說服我們 我們一定會 支持政府 一定要 寫的延避都不定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多謝David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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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我提供三 colabor 的人 多謝 我 不 有 有